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能够在一起来敬拜神 真是好得无比 也看见神给我们每一个人过用的恩典 特别在过去教会有一些活动 看到弟兄姐妹可以一起配搭服饰 来欢迎许多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 在过去教会 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些统计 差不多去年也是有两百多位新来的朋友 前年也是差不多这样的数字 我们就看见我们教会的地点 教会的环境 有许多神给我们的机会 接触到不懂的族群 而我常常听到的 就是说 尤其是第一次接触到 或者来到教会的人 他们心里面也带着一种的期盼 他们想知道我们所信仰的 到底教会是什么 基督三家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也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 也是战战静静的 知道说好像神把我们摆列在世人的面前 好像一台戏一样 就像我们的福新春的晚会 很多弟兄姐妹 多才多艺在这里的表演 更看到年轻的小孩 他们天真活泼可爱 虽然很多父母很辛苦 要维持秩序 但是他们的乖巧等等 让我们感受到神托付 给我们这样一个管家的职份 带领 不管是家中的年轻人 或者是来到我们中间 信主不久的 或者木道友等等 神托付给我们这样的责任 到底教会我们可以展现的是什么 因为教会 我在说 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 教会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恩待 保守看过我们基督三家的肢体 在基督里 我们互为肢体 彼此的连结 在基督严守 教会的头 就是主耶稣基督 在帮助带领 我们这样 有成长的声量 在基督里的成长成熟 让人看见 从我们身上 显示的基督的龙美 谢谢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我们有机会 我们来思想这样一个主题 可能大家耳熟能详 也是基督教改革四五百年来 我们都听过的这句话 叫做信徒 接 祭司 早上我想 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有 注意看到这个第九节 这一节的经文 告诉我们 也启示了 教会的弟兄姐妹 人来看到的 不是硬体 是看到里面的人 这一群人 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刚才 是会带于我们 所读的 这几个字眼 在这里 这一群人 信仰的族群 是 你们 是 被显选的族类 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洋 那召你们出黑暗 录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在这里我们看见 信徒 都是祭司吗 在教会的 几千年的历史里头 为什么打成一个问号 因为 人的组织 人的群体 这样一个结构 把教会的这一群人 分成不同的阶级 特别明显的 叫做圣的 俗的 这样的区分 在教会有不同的层次 的结构 等等 在教会的历史里头 以至于我们的观念 说 祭司 应该是 一小部分人的事情 所以 信徒皆祭司 在教会改革 这样的 五百年来 把他重新 再提出来 他的根据 在哪里 我们 回到圣经的教导 我们来 遵行 神的旨意 因为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 说到 这样的 道理 在第八节说到 他们既不顺从 就在道理上 跌倒 他们这样的跌倒 也是预定的 有时候我们在想 我们 了解到圣经的教导 可是我们 不去做 以至于这边 就有一个结局 叫跌倒 神的道理 告诉我们 我们 不去遵行 也许 我可以挂在嘴巴 去批判别人 说 这个没有做到 那个人不行 等等 但是你自己 没有遵行 以至于 结局 就是 这样的 半导 是 肯定的 信徒皆祭司 假如 神是这样教导 而我们以为 这跟我无关 祭司 是一少部分人的事情 那么 我们可能就在 这样的 真理上面 绊倒 跌倒 也是 命定的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看见 这样的三点 信徒的身份 人来到神的面前进行的敬拜 献祭的工作 我们 超越了时空 我们今天 好像 是一群 我们看到 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 仍然 我们有一个 这样一个动作 献祭的动作 所以很多的教会 我们 说 这是 敬拜的 场所 在 会堂的外面 这样写着 旧约 可能 这是 只有 以色列的立位支派 亚伦 家族 独享的 祭司的职权 在教会这样的历史 走过来 看见 我们 很清楚 明白 出埃及记 接下来建造的会幕 接着 制定的这些礼仪 甚至到圣殿的建造大卫 设立的这群人的工作内容 那么 为什么 教会 成为 我们 今天 这样的一个概念 祭司的职份 跟我有何样的关系 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刚才读的 彼得前书二章 第九节 这一节说到的 里头 这句话 是 从 旧约 出埃及记 十九章 四到六节 这边讲到的 对象 是 神带领 他的百姓 我们想想看 这一群 对象 的人数 不是只有少数的人 是神带领这一群百姓 神的子民 甚至用的一个形容是神的军队 不是只是少数的人 而这群人好像神用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来归回到神所为他们预备的应许之地 牛南以密之地 而今天 第五节说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遵守 你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接着说第六节 你们要归我做精尊的巨师圣洁的国民 这句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我们承认听众是以色列人百姓这样的对象 但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意义的延续 我们看到宗教的改革 他们回到圣经这样的教导 新约的信徒都是在基督的救赎恩典之下 完全承受了祭司的责任 新约的圣经并没有将祭司这样的名称 专用在教会的教务人员身上 反而是普遍的称呼 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信徒身上 所以这里讲到的信徒 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信徒 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独特的 尊贵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因为我们知道当耶稣死的时候 圣殿里面隔开至圣所 那一个慢子从上到下分开了 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向主来祷告 这是我们一个尊贵的身份 也是我们要学习操练来遵行的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而祂重生了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有这样的盼望 信徒皆祭司是表明所有重生得救的 是神卷选的 我们有这样宝贵身份的 所以说到是信靠祂的人 信的人 这是我们宝贵的身份 神给我们的从万民中 卷选我们 彼得前书讲到 我们是在这样一个根基上 我们平等的地位 没有高低层次的区分 而宗教改革十六世纪 更提出来 唯独恩典 唯独圣经 唯独信心 是在神的面前 所有的信徒平等 共享祭司的职份 我们还会在解释 什么是祭司的职份 但是我们服侍的对象 是万王之王 万祖之主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祂是元首 祂有君王的身份 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的 我们是被呼召 被拣选 成为这样的圣洁的国度 国民来做父神的祭司 我们有这样尊贵的身份 那我们的职份呢 在这里讲到的 职份之前 说到了一个君尊的祭司 这是一个位分 这句话 他的意思呢 金尊的祭司 他言文的意思是 是归属皇家御用的祭司 是大祭司 君王 他专门靠近他的 在有一位美国的 这个文学 也是思想的 很我们尊敬的 叫C.S.Ruys 他写了一本书 他讲到 这个叫 Inner Circle 就是说 我们是圈内的人 这样的一个意思是 好像我们人有一种 需要归属的一个群体 就像我们来到美国 我们要找到华人的教会 我们进到了华人的社区 我们来到了教会 我们常常也要感受到 我们是这个家里面的人 假如你来了一段时间 你仍然是觉得 自己好像是局外人 你好像打不进去 这个圈子 你自己觉得 好像没有这样一个归属的感觉 以至于我们常常讲到的一句话说 教会 正门是开着 欢迎所有的人来 但是好像后门也是开着 很多人来了又走了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归属感 在神的家中 君尊的意思还可以 不但是你有这样尊贵的身份 更是你是来服事这位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你是归属于他的 意思就是说你是在这个圈内里面的人 你不是局外人 我们是神国里面的人 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 而这位耶稣基督 他在祭司的身份里面 他是深入高天尊隆的大祭司 他是所有的祭司最大的那一位 就业的一切的会幕 祭司献祭的制度 都预表着这位大祭司 他不但是祭司 大祭司 他也成为神的羔羊 那个最美的祭物 因为每一年 祭司来到圣殿里面 代表的人民赎罪 杀牛 宰羊 献上祭物 但是每一年都要重复再做 直到耶稣基督 他一次做完 就永远有功效 因为他成为那最美的祭物 为我们的罪代赎 使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 我们教会 每一个月 都有这样一个圣餐的礼拜 我们在圣餐的仪式当中 一起来纪念耶稣基督 祂为我们受死 祂的身体为我们舍了 祂的血为我们流了 所以耶稣基督是神跟人之间 这样一个中宝 这样一个桥梁 祂是我们的大祭司 我们今天是在服侍这样一位 精尊的大祭司 我们的父神 职分里头 这个祭物 我们今天来到教会 不需要带着牛羊 这些祭物 鸽子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新耶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头 我们讲到的灵功 灵迹 这样的 甚至灵奶 我们看到是一个活食 是属灵的一个层次 已经预表 在基督里已经都成就 以至于我们不需要再重复 那些的宗教礼仪式 来杀牛 灾羊 因为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到 我们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这样是神所喜悦的 也是神在神面前 我们所献上的灵迹 除了将身体献上 在罗马书讲到 在希伯来书更说到 我们要用颂赞 我们的诗斑 我们的唱诗 我们的赞美 这个是献上的灵迹 献给神 也是承认主名之人 嘴唇 我们常常讲的 奉献的赞美的话 但是还有 是不可忘记 行善跟坚书的事 因为这些的祭 都是神所喜悦的 教会 不但是我们门关起来的敬拜 我们更是弟兄姐妹走出去 在社区里头 我们成为光和颜 我们行善 坚书 帮助软弱 有需要的族群 看见 神的手 在透过我们弟兄姐妹 来到这个社区 我们所做的 是能看得见的 也是我们所献上的灵迹 这边接着说到我们的本分 是经尊的祭司 也是圣洁的国度 这个圣洁的国度 有两个层面的意思 表示说 我们这群人 是跟别人不一样 就像立位人一样 他是跟其他的旁边的 甚至其他的支派分别出来的 神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 就像埃及记 从埃及出来为奴之家 我们要进入应许之地 还有一个层面 就是道德的层面 也是我们一个成圣的过程 世界分别出来的是 在圣经里头说到 在前面的第四第五节 我们刚才所读的 说 神召你们既是圣洁的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也要圣洁 而不是我们信了主以后 我们好像跟世人 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所做的事情 跟人家一样 别人这样做 我们也一样这样子做 当然我们有要尽的责任 义务 我们养家工作 服务口 这些都是我们要尽的本分 但同样的是让人看见 我们是圣洁的 这样一个层面是有分别的 假如我们没有那样的分别 这个圣洁代表的是一种能力 当你跟世俗一样 同流合污的时候 你已经没有那一种见证的能力 当使徒行传说到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 要等候圣灵的降临 你们要得着能力 因为圣灵要降临在 这样的分别为圣的器皿上面 神已经把我们洗干净了 祂要使用我们 假如我们仍然是肮脏污秽的 好像你慈王用过的餐碗碗 用脏了 你就要拿去洗 洗了以后 你会摆在一边 等着下一次的使用 神要使用我们 是一群有圣洁这样一个能力的 同样的 这个本分的道德层面 知道说我们信主 我们过去可能有许多的习惯 我们仍然不管是对人处事 讲出来的话语等等 这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改的 所以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头 这边说到你们的品性要端正 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十一十二节说到的是 亲爱的弟兄们 是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的鼓励 而我们假如没有看见说 我们现在的时刻 我们是聚集的 也是克里 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 很快就要过去了 是短暂的 不要把短暂的当成永恒的 而我们就失去了 怎样永生的眼光 我们在这里跟人家世俗一样 争夺名利 好像在别人追求什么 我们跟他们也是一样 当然我们相信说 有一本书叫做 In Search of Excellence 当然你要做得好像比人家好 但是这是一种竞争 这是一种比较 这可能也是我们来到美国 常常我们说要打拼这样一个背后的一个冲净 但是同时我们兼备的一个属天的一个职份 在这里说我们要尽到一个本分 就是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知道我们这个短暂的身体 可能我们里头还有许多的征战 我们今天这些的习惯 也许一天改不了 但是你知道你在改变 因为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 福音也是带着这样的大能 要改变一个人 他的里面外面活出来的一致的生命 而在宗教改革里头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贡献 他翻译了圣经 以前的人可能你要懂他的言文 我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 但是感谢神 宗教改革把圣经翻译到今天 我们的圣经有中文版 有各种不同的翻译的版本 我们可以读神的话语 知道神的话怎么教导 我们来遵行 所以这里说到的是 你既然有那样的一个 重生得救的生命 就像那个婴孩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很多人他说我信主了 我受洗了 但我没有长进 我对神的话语 好像也没有胃口 这边说了 假如你是有新的生命 小孩子有生命 他就一定要成长 他要成长就一定会饿 他哭了 他就是肚子饿等等 有这样的需要 但是假如你没有成长 得救的 这样一个确具把握 那恐怕你还要再思想 到底我对神的话语 这样一个指标 可不可以来提醒 甚至来警惕 因为这边说到 假如你是尝过主恩的滋味 就必如此 意思就是说没有别的了 这是一定的必然的现象 那假如没有的话 这否定的命题是成立的 意思就是说恐怕你没有得救 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是表面上的基督徒 甚至可能是我们只是外表上有一个敬虔的外貌 而终究学习不能明白真道 神救我们有一个目的 在这里说到的 你们是被拣选逐类 我们是重生得救的 我们是被拣选的 是神的主权 我们的回应 有精尊的祭司 我们在服侍这位大祭司 我们有这样尊贵的身份 祭司的职份 我们献上灵迹 而且我们行事为人 别人看得到 在我们周遭的 甚至是我们的家里面的人 看得到你的生命的改变 神呼召了 我们是一个圣洁 有能力的 这样一群的信仰群体 而接着说到是属神的子民 在这里特别用不同的颜色画出来 他的原因是 他在文化的结构里面 从他言文里头 可能翻译 没有很清楚的表达 他前面是三个是 第四个是属神的子民 他多了一个文化的介质 意思就是说他是要成为属于神的产业 特别我在这里用到的是名分 意思就是我们是这样的人 是就是说是这样的人 是你有这样的生命 你就是这样的人 你不是就不是 你自己知道 但既然你是了 你就可以感受到 你可以体会到 因为你是有圣灵的内住 知道你是属于神的 这种归属感 你是圈内的人 你是神局内的人 不是局外的人 以前是跟神无分无名 没有任何的 我们今天没有关系的 但是今天你是同门应许 同为后世 同样要领受这样的基业 是只有这样有名分的人 你的财产才有名字 遗产是交给 你是属于这样名分的人 你有这样的归属 神要赐给你的产业 这种名分是神给我们的福分 后面的说 以至于 这要教你们 这更是一个更强烈的 一个结局 不但前面是我们成为这样的 更是能够达到后面有一种使命福分 这边讲到的 就是宗教改革我们在说的 我们教会在过去几个礼拜 有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侍奉 所以我们发了这个 侍奉的调查表 那感谢神 有相当的一部分的弟兄姐妹 愿意来填写 而我们牧长也看到 很多都是新的名字 我们非常感恩 他们愿意来参与在教会 服侍的这样意愿当中 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 每一个服侍也都需要一些操练 也同样的 要有这样属灵的生命 你要试这样的人 意思就是说 你在操练当中来学习 来磨练你的生命 你的成熟 你的眼光 一起来配搭 不是独来独往 不是大家都要听我的 这样有能有脚的 而是我们一起的配搭 一起彼此的分担 包括我们的幸福聊天室 我们在那里的 新来的人 彼此的接待 在这里说到的 我们一起来宣扬 那招你们出黑暗 录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在这里党到的美德 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神迹 意思说 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信主 能够从黑暗 进入光明的国度 我们移民到 一个属天的国度里面 这就是一个神迹 非常感恩的一个神迹 特别在过去 一个多礼拜前 我们当中也有 一个老弟兄 他的追思礼拜 那么 非常感恩的地方 就是追思礼拜当中 这位老弟兄的女儿 做了见证 平常的见证 大概都是半叶纸 一张纸 述说一下 他的出生 生平等等 但是你想想看 九十一岁的人 大概可以写很多东西 那么 他写了 好像五张半 五张半的 这个 他要做的见证 所以 我们很震撼的 听到这位老弟兄 九十一岁 在疫情当中 我们看见 他信主 归入主的门下 名下 而他的见证里面 说到 他在寻找 那个真光 他一生的年日 在寻找真光 而最后 当他的女儿 他的太太 就是这个 女儿的妈妈 过世的时候 他们都还没有信主 全家在一群的 惨淡乌云里面 他们各自 关在自己的伤心 黑暗的角落 爸爸伤他的心 小孩伤自己的心 但是 感谢神 这个爸爸 在 跟这个 这个女儿 在一年之后 妈妈过世 一年以后 他们通通 他们信主 然后这个爸爸呢 是在九十一岁的 他要求 说可不可以 牧师来为我 这个施洗 是在他九十一岁的生日 那么 这个前上个礼拜 他是九十三岁 他离开 但是感谢神 他的这个 生命的见证 非常非常 有震撼力 让我们感受到 这个 这个怎么可能 九十一岁的 已经过了人生 大半辈子的 竟然 他愿意 他女儿说 本来跟他讲了一句话 讲我没有扩着做 他说 爸爸 很可惜 妈妈死了还怎么样 说 可惜你还没有信主 结果他爸爸呢 桌子一拍 我记得他是这样描述 他桌子一拍 他说 我要信主 我要信主 然后他说到 他讲了原因 什么原因呢 他说 我看见 你们信主的人 生命的改变 特别是他的女儿 跟这个 跟这个女儿的 先生叫什么 叫女婿 就是女儿女婿 他们生命的改变 那这个就是一个 活生生的见证 在他面前 他愿意 所以感谢神 在最后 他离开之前 他们妇女呢 能够在基督里面 能够享受 那种 那种的喜乐 这是非常有震撼的力量的 神给我们 托付我们 这样一个大使命 最后我做一个总结 信徒接祭师 这个接祭师呢 这个地方 我把它改成什么 惊叹号 意思就是真的吗 我们很多人可能觉得 这个祭师跟我无关 但是 祭师却是神的呼召 而且神给我们这样的托付 我们有这样的职份 有这样的本分 我们更有这样的福分 要去领受 那你要来明白 也来遵行 所以做的总结是 我们在这句话里面 我们看见 我们有这样的身份 然后我们是精准的 我们的内容 我们是每个人都在献祭 所以有的标杆的人生说 我们都是敬拜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敬拜 不管你在各行各业里面 你都是你的一个职份 侍奉的场所 你在服侍这位万王之王 万主 地上的这些老板 只是战死的 但是你有一个更尊贵的身份 你要敬的本分 是要你跟这世界有所分别 不是你鹤立独行 而是你让人看见 有那种福音的见证的能力 就是圣洁 而在这个本分里头 你归属感是 我即使我今天做 没有人能够跟我说声谢谢 但是我是属于神的人 只要神说了就算数 我相信神看见 神也纪念 你有这样的名分 同样你会领受这样的福分 这个使命 而是要招你们出黑暗 录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在最后的总结的一句话 教会是否更新 灵命是否可以成长 到底你是进步还是退步 这个疫情基本上是已经过了 但是你感觉你进步了吗 还是你 迎风不动 灵命造就 因为这是有 这是我们不是做中流砥柱 不同流合物而已 我们是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是要逆流而上 因为当你不动 不花功夫的时候 你是随着世界的潮流 被冲到别的地方去的 这个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讲到的 这个世界会把你压缩在一个模式里面 说人在江湖 神不由己 这是每个人都会找的借口 但是你不动 就往后退 所以我发现 也是在疫情当中 很多弟兄姐妹 我们灵性没有成长 那么接着就怎么样 这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引诱 更多的诈骗集团 更多的AI 让你信以为真 所以我们就掉入这样的陷阱 不管是社 不管是谜 这个财等等 我们里头 那种的诗欲 就被挑望出来 因为这是征战的 一个属灵的征战 假如你不是在这样的一个认知上面 你有这样圣洁 祭司尊贵的身份 这种真理上面来实践的话 你就在这上面绊倒 这是注定的 这是免不了的 而当审判来临的时候 可能我们最多就是 勉强得救而已 我们好像起书里面讲的 我们是一群穿着白衣的人 摇起呐喊 但是在神面前 没有赏识 神说 在起书里面看到不同的教会 不同的教会都有受到责备的地方 责备完了以后说 你在哪里跌倒 就要在哪里站起来 你失掉了起初的爱心 你就要在那个地方悔改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信主多久了 我们还听到 有姐妹在团契里面的会议说到 来到我们中间的新的福音朋友 他们听到诗歌 他们听到这边讲的真理 他们心里的触动 那个震撼的力量 就像那个灵奶 饥渴沐沐浴的婴孩一样 他们要长大 要成长 假如没有成长 注定的 我们要问自己 你得救了没有 我不是在挑战你 没有得救 我是在挑战你 三十年 四十年 我们受洗 归入主的名下 你自己感受到 你成长了多少 你有没有在主的面前 来一起领受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预备我们的心 来领受圣餐 主我们谢谢你 保守带领我们 三家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在这里四十五年 我们也相信 也许有人来到这里 才四十五天 但是不管长 不管短 求你给我们一颗 属灵的胃口 让我们对神的话语 是极可目移 因为这是一个 很清楚的指标 假如没有 我们还要 在主面前悔改 直到 主你已经给我们 许多的机会 我们在这里 是何等的自由敬拜 不需要 遭受逼迫 不需要 逃到 流离 世善 到不同居所 我们能够自由在这里 福利门的地区 敬拜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谢谢你给我们 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你面前的领受 你为我们 所量的产业 基业 是做了在那 加美之处 我们是有这样的名分 可以 来 同门应许 同受 这样的 产业 因为我们都称为 神的儿女 我们是彼此为 弟兄姐妹 这样的肢体 谢谢主 绝对我们得够 靠住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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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